另外还有社会焦点看到 国防部保纸部这名良性上校 在这个月4号晚间和朋友喝酒 结果在台北市的时候酒驾开车 经过了松山区的民权东路四段 被警方拦检 酒测值0.22 当场被扣车开单举罚 就算是只后一点也不能酒驾 这名男子1月4号深夜11点 在台北山区民权东路四段 和辅警街107的巷口处 遭到警方拦检 男子下车时虽然看起来精神状况不错 但身上却是满满的酒味 警察询问男子身份 居然是空军保修指挥部的上校 男子也向警察坦诚喝酒 乖乖配合酒测 酒测值为0.22 警方按照规定开罚3万元 并扣下车子 良性上校也遭到军队 记了一支大过 跨年夜才发生过两名士兵酒驾的事情 这次又抓到国军弟兄 恐怕有损国军形象 什么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好不好 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不仅要按赞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